故宮的武武史上第一次 一口氣破了三件 雖然過了一個週末 但是事件很多的疑點 大家越看越無薩薩 第一個是乾隆時代的青花花燴盆 你仔細看一下 它的這地面上是什麼 地毯 大家 我們攝影大哥 可以再稍微論音一點點這樣子 就是那種毛毛的那種 一籠一籠一籠 有沒有 這個地毯 那你想想看 如果說一公尺高 那我不小心把它撥下去 一個磁盤 它到底要怎麼摔 在一個軟軟的地毯上面 它會摔成欺騙 這個像什麼 像老公跟老婆吵架 我不想... 我要跟你離婚 這種摔法 你才會在地毯上面摔成欺騙 我不小心把它撥下去 地毯會有一種 你知道故宮為什麼要鋪地毯嗎 就是怕意外會發生 就坐到這個份上了 為什麼還會摔成這樣 這是第一個疑惑 那第二個 明朝的洪志這個雙蓉小碗 當初他告訴我們 疑似可能是在裝箱 裝得不好 他的方式不對 我們打開的時候他就睡了 可是各位看官 您看這個摔法 像是自己睡開的嗎 像是碰撞睡開的嗎 這也很像老公跟老婆吵架的時候摔的 這個當然是裂開的 但是他裂的程度有人講說 那以前難道會看不出來嗎 他又不是一個小細縫 他裂成這麼大 所以這些裂縫照片一公佈之後 大家疑惑真的很大 那包括故宮的院長吳密查 他有講說監視器拍的過程 我們一開箱 他這個都有監視器 開箱 一開箱 他就已經裂開了 重點不是開箱的時候裂開了 如果說我先裂開摔了 然後我就把它放進去 然後從此刻開始來錄影 重點是你這個過程 到底怎麼回事 這個不會是調查 不是一個所謂的真相 那現在當然他的色彩 大家疑惑說他是獨派 而且是極毒 這個色彩非常鮮明 那他也一直推動文化台獨 聯合報的說法 說他要把故宮併入文化部 降到三級 但是當初其實 故宮的層級是很高 是因為我們需要請國家 相當的這一些關注的心力 去保護我們這一些國寶 但是他自己說 沒關係 我們就併到文化部 我們變三級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疑惑 蘇貞昌他在立法院質詢的時候 這個立委問他 他講了兩個點 現在是被討論 第一個他說我去年 二月的時候 第一樁的時候我就知道了 可是你還記得嗎 吳密查他說不用上報 因為他們是一般的文物 也沒那麼值錢 記不記得 既然他沒有上報文化部 何以行政院長會知道 你跳急嗎 你自己跑到行政院辦公室 院長我跟你講我摔了東西 是這樣嗎 不合邏輯吧 那他都沒有報 為什麼你會知道 你怎麼會知道 這不是很吊詭嗎 另外一個他說這些瓷器 質地脆弱 質地脆弱 那我們要故宮這些人 維護他幹嘛 瓷器 瓷器會因為這樣子 因為你保管得不好風化 那他講的時候 你看一下高嘉瑜的表情 歪頭 連高嘉瑜都聽了 覺得無煞煞 當然有人開始檢討 過去這些院長 吳密查講的一些爭議 他有講到說 在今年七月一號 他說以前大家都覺得 故宮南院是北院的分院 其實已經不是這樣了 這兩年來 故宮內部都認為 北院已經看不到 南院的人流的車尾燈 故宮北院生意不好 你好像很開心 你把它當你的政績 你把北院的人弄垮了 你好像覺得是一個政績 這樣子 當然之前 因為兩岸政治的關係 他禁止兩岸故宮交流 他有他的一個主張 另外一個 現在自由時報 甚至還出現 八旗文化總編輯複查 複查說 這些國寶摔破了 沒什麼大不了的 他說嚴格來講 他不屬於中國的 是屬於清朝的 滿洲環帝熱愛中國文物 可是他們水準又不如中國 這個傳統中國的藝術 這個傳統是比較高的 當然現在網路上有一些討論 他說這個故宮打破 公布出來的照片 實在不太像 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歷史文物 他說有個專業名詞叫做包疆 像這一個 加世德在2018年拍賣的時候 他就有所謂的包疆 看起來就有歷史感 可是這個太新了 新到不太像是歷史物 甚至有網友說 其實現在在對這個淘寶網 就可以買到很相似的 連這個顏色新的程度 看起來都很相像 不過當然這是網路上各種發揮 各種腦力的討論 當然也有很多人質疑說 美國人剛好去看過 難道是跟美國人在客人來的時候 這個跟他互動的過程中嗎 雅敏怎麼看 故宮這個案子 我先講蘇貞昌 他講說什麼去年二月 那個絕對是謊話 為什麼 有參與去年調查的人事的朋友 跟我講說去年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調查延誤 去年故宮內部要做正風調查的時候 正風主任以他的部署 人力不足為由 拖延 拖延了快半年 然後要等到整個報告出來 後來人力也派到了 然後這個才去把它調查完成 可是會不會調查歸調查 報告歸報告 沒有 我告訴你 調查完成這個報告 才呈給院長 所以哪一個院長 故宮的院長 然後故宮的院長 有口頭跟蘇貞昌報告 那時候 對 有 可是是調查報告完成 就至少半年之後 所以他可能是講說 去年二月那一件他知道 我有個疑惑 他面對大家的時候 他又說按照規定 因為他是一般的文物 所以其實是不用上報 就是連無話部都不用講 為什麼要跟行政院長講 這很奇怪 還有很多的疑點 我們廣告之後 別走開 馬上回來 好 我們前一排有聊到說 這個陽明他有掌握到說 其實故宮是有做一個報告 這怎麼回事 對 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蘇貞昌他確實去年二月的 是等到報告完之後 調查的這個整個報告完成 才報給蘇貞昌知道 所以蘇貞昌執行去年的 但是今年這兩件 那今年五月衰的呢 這個我就不知道 因為給我這個訊息的人 他知道是去年的狀況 所以我說你看 文化部不用報要報給院長 對 所以我說這個事情 其實最關鍵就是 為什麼這個SOP到底怎麼訂的 我們可不可以 把所有有破損 有修復 直接公開到上網 告訴大家這個狀況 韋汉請教一下 因為聽說自由時報有最新的 故宮他們有一個調查報告說 馬英九時代也摔了三件 其實應該是這樣講 如果是那種 非常舉世文明的大的國寶 他如果壞掉了 我相信你要藏也藏不住 可是像這種平常我們比較 沒有特別關注的 也不知道他的名稱的 像這樣壞掉了 他應該是什麼SOP 就是修復他 然後要通報 今天我們看到自由時報講說 不要講我 馬英九時期也有三個 沒關係 馬英九出來面對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你弄壞之後 當時馬英九那身份 我也不知道 我以前跑馬英九 因為我們不會管到哪裡去 為什麼當時沒有人跑去 跟民進黨立委檢舉這個事情 如果你按照正常程序 壞掉了我就記錄 是怎麼壞掉的 譬如說地震掉下來怎麼樣 然後就修復 然後就通報 大家好 我是謝阿周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 啟 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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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